新华社马尼拉11月21日电,记者妙小军陈志,国家主席习近平,21日在马尼拉会见维利丁中议长阿罗约一和参议长索托。 习近平称在阿罗约一和索托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、好朋友,赞赏两位议长长期以来为中非友好所做大量工作。 习近平指出,今年来,中非关系焕发新的活力,实现了有转环,供固到提升的跨越式发展,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,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。 昨天,我同杜特尔特总统一致,决定建立中非全面战略合作关系,更好引领两国关系发展。 我们要沿着这一正确道路继续大步向前,深化、务实合作,靠实双边关系、物质基础,加强人们交流。 助劳双边关系民意基础,妥处南海问题,坚持双边关系发展正确方向,做共同发展的好邻居、好伙伴。 习近平指出,立法机构友好交往,是中非关系重要组成部分。 当前,中非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,展现出广阔发展前景。 希望菲律宾参重两院,能够为促进中非友好发挥更大作用。 两国立法机构要互学互建,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,开展多层次,多形式交流合作,密集在国际和地区议会组织中的协调和配合。 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助力,希望菲律宾议会支持政府推进同中国务学合作。 支持,推动两国在教育、文化、旅游等领域合作,让中非关系的民意基础更加坚实。 阿罗约和索托欢迎习近平访问菲律宴。 他们表示,非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,两国全方位合作良好,中国是菲律宾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伙伴之一。 菲律宾感谢中国对菲律宾发展的支持,愿学习中国在短时期内,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。 加强经贸、基础设施电视等合作,促进人文交流,增建两国人民利益。 菲律宾参众两院赞同交非中关系,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关系,支持杜特尔特政府发展好非中关系。 愿加强同中国立法机构交流,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,再服两国人民,推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。 菲律宾、杨洁实、王毅和立峰等参加会见。 晚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